吸气就开始错了 吸气错了 发音就错了 因为他们吸气吸到前面 唱歌吸气不往前面吸 发音也不从前面上 往哪吸呢 往后试音 从后出声音 声音要发松的 空的声音 不能发尖锐的声音 试试下来 下巴有风筝 甩一下下巴 对 很好啊 可是就看看你唱 你是典型的男高音的身材 告诉我 你可以唱到拍戏 又这么年轻 完全有韩国和日本人的那种风范 就是不知道你的发育方法 这个年龄 作为一个生涯家 是最年轻的年龄 刚开始跑到夜学 这样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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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 哎 生涯还是总破的 不是 啊 啊 啊 这是散的 这是散弹强 我们要用 狙狙手用的来自强 要打到一千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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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下巴伸 舌头要伸 啊 啊 啊 把舌头伸出来 甩 你可以做蛮好的 很好 这样子 啊 啊 那两个腿脚 是 头 这样甩头 翔掉 愣了 愣了个时候 再高音再低音 这个头 都用甩的动 下巴要甩的动 不要 这就静了 这就是静了 再一个是吸气的时候 三个地方松 下巴松 舌头松 下面就是喉头缩 腰下顿骨 还是好 跟腰扇一样 用慢锅 出来的事情叫气保硬 这叫声带的按摩 声带受伤了 就需要这种 就像我们的胳膊扭刀以后 摸一摸 做一下腹腱 声带的推荐 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推进去 只有自己的体 你注意一下吧 这是你的声音吗 那你会啊 你呢 我看你的声音 这都会啊 来 你拔 这都已经学过半领上来 这样简单的步骤 终于会了 来 吸 你 还有一点带端 一定要把猴头站上来 不管男生女生都有猴头 男生叫猴竭 就是加盖的 多出一个头来 因为我们的声带 比你们长 比你们厚 如果没有猴竭 声带会伸直 但是我们吸气的时候 猴头应该下降看 至少下降一到两分 在猴头下降的时候 这里有个软了小舌头 验东西的小舌头 同时小舌头打开 猴头下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烟管管子 你不能光加盖 你的水管不拉上去 电线拉不上去 有没有电油 这个加盖好像没办 就要把水管冲上去 这样子 鼻子是里边开 咽臂里面开 咽臂里面开 不是嘴巴开 我们张嘴是 喔喔 不是啊啊 不是恶元嘴巴 是里面开 喔喔 unos 不是 一 这样开始做 是 我们张嘴 不是这样张 我们是这样做 下巴整个调态 喔 喔 你们是 阿 这个关键 要松下来 这松下来整个下巴要掉下来 唱歌没有下巴没有胸 前松后紧 前都是松的 后头是紧的 上松的 从这以上都是松的 下边是紧的 记得 前松后紧 上松下紧 这两个口诀 要搞清楚 三个地方松 下巴松 舌头松 后头松 张开嘴 张开嘴 张的时候把小舌头软了 提起来 打开喉咙 不是横着打开 是上下拉伸 把天天拉伸 把鱼竿拉伸 要海钓了 十节 八节 十米 七米八米 这样 要接起来 这才能够垂间 唱歌要把天线 把钓鱼竿撑起来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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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行 这样的行为 瞪起眼睛 鼻孔叫鼻鼻 下肌 卷到那儿 嘴唇上这样 这就是小喇叭 喇叭口 如果把喇叭口锯掉了以后 小喇叭就不响了 我们唱歌有三个地方 是动笔 是紧的地方 我刚才说的团是松的地方 这个后边 这叫太阳伞 喇叭口锯 是往这里吸气 不是往这里吸气 不是 这叫复式呼吸 纯复式呼吸 是逆式呼吸 就像我们交通规则的单行线 这样做是错的 因为下面是膀胱 是装水的地方 不可能装气 所以只有这个地方 我们的腰子的地方 我们肾脏呆的地方 在背直肌的侧面 这有两个窝 这两个凹的地方 凹的地方 就是纯气的地方 我们就想到瓜子打开 这是太阳伞要撑开的 嘴巴里边 有一个障碍 要支起来 说话也要这样说 唱歌也要这样唱 在支起来的时候 这都是松的 再就是卷扎门 你车库的卷扎门 车要出来 一定要把卷扎门打起来 下车或下车 上车 不是这样 哦呀 哦哦哦哦哦哦 你看 就这样唱这样 你要看正规的和尚团 大一点的和尚团 他们唱错了 嘴巴都是这样的 这就对了 一些歌星 完全都拿麦克风 把嘴巴都打在那儿了 我们唱歌 麦克风都可以整个躺到嘴巴里边 你就知道嘴巴要打开 张开嘴打开 唱歌把嘴打开 我要说 不高吧 把鼻翼打开 把鼻翼顶直起来 笑起打开 笑 要高兴 不要 像一个苦玩友对 一唱高音 说起来 瞪起眼睛 虎视眈眈 身影就是 你的眉与之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唱的是七声六语 一定要把眼睛瞪起来 不要避免 你要自我陶醉 一秒两秒 你不能冲突到我的背脸 你把心灵的窗户关起来 别人看到了 我们不希望听到一个盲人的声音 那是万万无奈 对不对 要睁着眼睛 笑的时候 很轻松 这就是印象红黑艺术形象的 你一切都擦好 一切的行为都是被痛苦得到 马上扣0.1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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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